重型機具加緊趕工 位在新店台北小城入口處 这块637号地案 预计盖七层楼高的日式小豪宅 但却惊传开发商涉嫌 掳人恐吓 被害人K先生是身价上亿的投资公司二代 2019年和史性开发商签约盖小豪宅 但迟迟三年没动工 面对K先生的质疑 史性开发商口气很强 K先生企图要回投资的2000万 结果却遭对方诱骗 到新店这栋大楼囚禁殴打 同行的友人手臂更被打到骨折 事后K先生却被迫签下不平等合约 在国民党议员周胜考级黑道的压力下 2000万只能拿回500万 周胜考否认有介入施压 但包括史性开发商等人 被检方依组织犯罪 妨害自由伤害及恐吓取材 四罪起诉 K先生不满2000万的心血打水漂 坚持诉讼讨回公道 二零一九年四月八号前议员金忠玉 才刚走出服务处就被扼煞池棍棒痛殴 整个人都倒在花圃也不放过 短短二十四秒乱棒突袭狂K十三下 造成金忠玉右手骨折 右小腿右脚红皱 被警方逮捕不发抑语 整起寻冲爱幕后主贤 就是伯康堡建设史性总经理 叫做黑帮袭击明代 原来是为了台北小城的开发案 当时居民不满社区 唯绿地被建商转卖 盖豪宅 到新北市政府陈晴 之后警卫庭却突然遭到 检举拆除 火爆场面一触即发 尽管事隔超过四年 台北小城居民余计有存 他把这个都围起来了 那这边本来有游泳池 还有那个溜冰场 都不能让我们 就我们要出去 过去都很不方便 他把他围起来了 如今能换得一丝平静 都是靠管委会努力而来 当时这块基地坡度大于三十度 依法应不得兴建 建商指称有获得公务局 合法建造一切合法 高等行政法院则认为 公务局未能确实审查 禁与合法建造 属于违法应与撤销 即使建商再提上诉 却被驳回 全案确定 我们本来有个门面很漂亮 就说我们门面是谁的土地啦 就半夜就把我们拆走 抗议的时候 就有时候来了很多黑衣人 那现场就肃杀气氛 那他们也会有叫嚣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住 还蛮恐惧的 地方你要来盖房子 应该是要释出善意 跟那个周边邻居 要有一个友好的行为嘛 而不是说直接就来强硬的 就围起来都不通知这样子 史性总经理恶性 不改四年前对议员痛下毒手 现在要卷入恐吓勒熟案 过去的黑历史依依扶上台面 三天新闻 陈奕翔 陈周文 杨欣怡 新北施访报导